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历时两周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于9月14日正式结束 累计完成超过178万个样本的检测 直接或间接找出了至少42名新冠肺炎患者 香港特区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 香港中文大学乌西系统学讲座教授徐树昌告诉记者 此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成效卓著 大大缩短了香港第三波疫情的持续时间 使香港的抗疫工作迈进一大步 18万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它都达到它的一定目的 就是找到一些隐形传播链出来 这32个个案里面起码有20个是内力不明的 所以这些是隐形传播链来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搞这个检测 这些个案可以在社区引起传播 它会将第三波拖长了很多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后 香港的单日确诊个案数维持在各位数 且在9月15日出现零本地感染个案的情况 但徐树昌认为 目前疫情仍未完全受控 要将疫情止于第三波 似乎香港未来14天 是否能保持零新增确诊个案 始终在社区仍然都有不少的个案 还是继续有出现的 如果你看回近日那些确诊个案 若有三四成都是来力不明 所以这个检测只是截断到一部分传播链 就不是说完全可以是压到第三波去到零确诊 我相信可能再要多一段时间 才可以达至零确诊 冬季将至 政府亦于近期宣布放宽多项抗疫措施 叙述昌称 防疫措施可缓 防疫之心不可松 为避免第四波第五波疫情的出现 政府需加强境外输入个案的把关 和本地社区防疫措施 市民出行仍需谨慎 一般来说天气凉或者冬 呼吸道病毒又会活跃些 大家看看最近在澳洲 特别是墨尔本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是非常之严峻 所以香港来说我们要防范入口个案 因为迟期始终都会通关 要小心把关 另外就是要注意香港那些高危群组 要定期跟他们做测试 是尽量安排和他们留了样本 透过这些机制 希望可以尽可能 就不会引起一个第四波的大爆发